滾濁地下水喷涌而出 因應水情吃井 北水局動起來 進行新竹抗旱井 整備工程 從去年12月開始 新竹降雨量偏低 不到歷年三成 轄區內寶山和寶二水庫蓄水量 分別只剩58%和48% 包含抗旱井 還有水公司的臨時供水站 這個部分的話 還有水測部門都會在 就是水情燒井的時候 水利署就會要求 相關的部門 來做這部分的一個 抗旱措施的準備 三座抗旱井位於新竹頭前溪沿岸 每口深度介於110到150公尺 單口日抽取量1700噸 三口同時運作可供應3000噸 以一戶四口針 每人每天用水250公升計算 能提供3000戶家庭使用 當時民國91年的時候 新竹地區的一個缺水 那當時水利署那邊 就緊急的來挖掘這抗旱井 在原則上水公司的管路進來之後 他就會送往新竹進水場去 抗旱水井2002年啟用後 連續三年都扮演一定角色 因為屬於地下水 盡量不抽就不抽 因為一旦啟用 就是民眾叫苦連天的時候了 帶來新聞小事節李明華新竹報導